真的 师尊本身是明眼的 有些人来问事情 一进来啊 整个这个问世的房间 那一股气就全部都变了 所以我们行者要注意的 经常保持这个心灵的亲近 像心像悉空一样的亲近 那么我们也注意调养自己的饮食 调养自己的饮食 那么意念上也要亲近 口味也要亲近 身也要亲近 这三折都能亲近 这样子推展 就是密教 你会修成一股很清零的那一种气出来 这一股气你修出来的话 你就是很超胜的 比那些那个好像世俗的那一边 那些人啊 那同臭的气 很俗很俗的气 还有那个鬼气生生 很污秽的东西 所以一般来讲这个亲近的谈场 必须要做首富 亲近 跟这个结界的 我们每一次行者 通通要做首富 亲近跟结界的 不能随便让人来污染 甚至于你的谈诚 有很多家里的谈诚是公开的 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很多人带进来的就是那些禅神灵啊 什么东西一大堆的这个进来 讲话一呼的话 那个神都跑了 那些鬼啊 一进来啊 所有活菩萨受不了都跑了 没有办法的 因为人身上 我发觉这个人身上 真的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气 而且每一个人的气啊 统统不一样的 统统不同的 要修出那种清零的气 经常保持那个清零的气 不受污染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很敏感的 这个人本身假如是说 以前他的气是很清纯的 但是有一天呢 隔了几天 一回来就不一样了 那个气就不同了 就已经受了污染了 那个气我很敏感的 马上就知道 这个是受污染的了 马上就知道了 或者是说很久没有见面的弟子 以前是很清零的一股气 但出去几个月以后回来 他身体的气就不同了 完全已经受污染了 就好像掉到那个缝坑里面 再爬起来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很 我们一个行者真的是 对于这方面的事情必须要注意 就是说 像我们供佛菩萨 在自己坛城里面供 供鬼神众在门外面供 他有他的道理的 为什么鬼神众不到里面来供呢 他当然有他的这个道理存在 尤其那个鬼神众的那一股 那个晦记 真的是很重的 很重很重的那股晦记 真的吗 就是这样的 在去的 现在没有什么 我做了